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赠念冥想练习 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左右的时间里 我们会深刻透彻的化解掉你的焦虑压力和紧张感 现在呢找一个安静不受打扰的地方 选择一个舒服的坐姿 慢慢的闭上眼睛 我也会闭上眼睛带领大家做练习 那下面邀请你呢把注意力放到你的脚底 你可以动一动脚 去感受一下你的脚底当下 有什么样的感觉出现 然后再留意一下你的臀部 你的臀部坐在椅子上 或者是别的支撑面 尝试着去体会一下这种臀部被支持的感觉 然后也留意到你的肩膀 后背 让你的肩膀放松 体会到你的身体 作为一个整体坐在这里的这种感觉 好 下面呢邀请你把注意力全部的放到你呼吸的感觉上 你可以选择腹部 把注意力放到腹部 先去体会吸气的时候 吸气的时候 腹部有什么样的感觉出现 呼气的时候 腹部又有什么样的感觉出现 可能会注意到吸气的时候 腹部微微的往外往上扩张 呼气的时候 腹部又轻轻的下沉 回落 就这样 用一种开放的态度 去感受你的呼吸 不用刻意的控制呼吸 我们的身体很有智慧 它知道怎么呼吸 好 下面再邀请你留意一下 吸气结束的时候 和呼气开始之间 有一个短暂的停顿 你可以有意识地去 留意到自己的这个呼吸之间的这个停顿 然后 然后 在第一次停顿的时候呢 你可以心里边数一 然后呢 第二次停顿数二 第三次呢数三 你可以尝试着呢 每三个一组 从一数到三 到三以后 继续 从一开始 那具体做法就是 第一个停顿 心里默念一 第二个吸气结束的时候呢 心里默念二 第三个吸气结束的时候 心里默念三 下一个 下一个吸气结束的时候 心里继续默念一 一次循环 好 下面呢 再把你的这个最大的数字三呢 变成五 从一数到五 到第五个呼气的末端 数到五以后呢 你再从一重新开始 那中间会有走神 发现走神以后呢 没关系的啊 你继续返回到一 继续重新的计数就可以了 在练习的过程中 可能会有一些声音 发现声音以后呢 放下它 下面再把呼气的末端 这个数字呢 从五延伸到八 从一数到八 到八以后呢 你再回到一 重新开始 如果中间走神了 你就返回到一 重新来过就可以 请记住啊 我们走神是正常的 返回到一 重新开始 不意味着你是失败的 然后带你准备好的时候 你就可以结束这个练习 慢慢的睁开眼睛 回到这个现实中来 活动一下你的身体 感谢你今天和我一起练习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正念冥想练习 任何时候 你想化解焦虑和压力 感觉到太敏感的时候呢 可以做这个练习